哈囉 歡迎來到五歲都要懂的國際觀頻道 我是Lara 哇 這幾天實在是太冷了 可是除了天氣冷之外 我想最近世界上應該有一個人的心也很冷吧 那個人就是美國的總統 川普 為什麼說他心冷呢 他在1月20號他就馬上要卸任了 不過卸任就算啦 最近大家都知道啊 從去年的11月以來呢 非常混亂的美國的選舉 影響了全世界千千萬萬個人啊 那這場選舉呢 到現在還沒有落幕喔 因為呢 川普呢 他跟他的支持者 並不是非常的滿意這次的選舉結果 於是乎他就在上週呢 就開始呼籲他的支持者們說 啊 川粉們啊 你們趕快到國會去抗議一下吧 結果有一些比較激進啊 就是很激烈的那些人呢 他們就真的到國會裡面呢 去抗議 如果他們是和平的抗議就算了 可是偏偏呢 就造成了很多的一些暴力的行為 於是呢 美國的國會就很生氣說 那種川普這樣子 藐視我們的法律 所以美國的國會呢 就決定要來 彈劾川普的 什麼是彈劾 彈劾呢 它是這樣子的 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面呢 如果他們覺得 在政府裡面工作的人做了哪一些 是違法的事情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行使這個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呢 美國的國會呢 就曾經第一次彈劾了川普 當時候呢 因為川普準備要競選連任 想要當第二次的總統啊 有傳言就說啦 說川普呢 他為了要打擊他的競爭對手呢 他就對那個烏克蘭的新總統施加壓力 就說 當時候你當上總統 我可是有幫助你的喔 那你現在你要來幫幫我吧 所以呢 你幫我調查一下 我的競爭對手拜登跟他的兒子 有什麼醜聞呢 有做過什麼scandal 有可能幫我查出來 如果他真的有要求烏克蘭總統這麼做的話 那麼川普呢 他就違反了法律 最後呢 則有他們的參議院呢 進行了調查 並且呢 就好像是要打官司一樣喔 川普呢 他可以有他的律師幫他辯護 在這些參議院的議員裡面呢 他們就像陪審團一樣 他們要聽兩邊的說法 然後他們再來投票決定說 欸 到底是有罪還是沒有罪呢 他最後是被判 無罪 不過呢 就在川普他這一任要卸任的前一個禮拜 國會呢 居然又決定了要第二次 彈劾美國的總統 這可是歷史上第一次 有一位美國總統被彈劾了 兩次喔 雖然川普已經不會再是美國的總統了 可是如果最後他被判決是 有罪的 guilty 他可能呢 很多的福利啊 身為退休總統的福利呢 就會被拿走了 而且呢 他在四年以後呢 也不能夠再競選任何的公家機關的職位了 說到這邊啊 你知道嗎 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在亞洲 我們的鄰居呢 也有一位總統被彈劾了喔 你可以猜一猜是誰嗎 這個國家呢 他們的音樂還有電視劇呢 這幾年呢 在全世界造成了大流行 然後他們的音樂有個特色就是 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那種團體 然後呢 他們的語言跟文字呢 其實也跟我們所使用的中文是有關係的喔 那你猜得出來這是哪一個國家嗎 趕快在下面留言給我 不過說到這個彈劾呢 有另外一個呢 是跟他很像很像的喔 那就是叫做 罷免 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在2020年 也就是去年的時候呢 台灣的人民可是實行了一個 我們的公民權利喔 我們罷免的一位市長 罷免是這樣的 譬如說市長是我們自己 每個人投票所選舉出來的 可是我們選完他之後 我覺得說欸 這個市長呢 他好像當的不是很好耶 他也沒有做什麼犯法的事情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讓他不要再繼續做市長 或做總統了呢 可以喔 人民呢 既然有 投票的權利 就會有 罷免的權利 投票 是我把我的票 投給這個人 我希望他呢 能夠來代表我們的聲音 可是如果是罷免呢 就是呢 我決定把我給予的這個權利呢 把它拿回來 所以罷免的英文呢 叫做 Record 就把它招回來 罷免呢 它跟彈劾的差別在哪裡呢 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在於 有沒有 違法 他沒有做出什麼 違反法律的行為的時候 那你很單純的 只是不希望他繼續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就是把它罷免 可是呢 如果今天 這個人呢 他很明顯的做出了違反法律的行為呢 那麼呢 這個時候呢 就要由司法人來決定他們違反法律 這個時候行使的就是 彈劾 罷免呢 是 投票的人 他可以再一次的去投票 把他的權利拿回來 可是彈劾呢 就不是我們這些投票的人囉 彈劾呢 則是要由司法的機關 或是呢 由國會他們來做決定 在去年的8月的時候呢 我們在第35集的時候 有講到有關於民主公民的選舉權 是哪裡來的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去看一下 複習一下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你一定要記得幫我按一下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 OK 五歲都要懂得國氣管 我們下次見囉 See you Bye